最近港珠澳大橋開放了之後 珠海也很快,40分鐘左右 另外澳門也是40分鐘左右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調查上 近來我們都看到珠海慢慢超越深圳的一個跡象 最近香港出了16項變民政策 主要都是方便一些香港市民在大灣區出行 或者一些專業類的資格認證 又或者一些保險類的方便的政策 當然大家最關注的是港澳人在內地置業的方便和限制性 其實這次都說得很清楚 其實在不同的城市裏面都有一個比較寬鬆的政策 其實其中比較受香港人歡迎的一些地方 其實最近我們有做過一些調查 當然在整個調查裏面 九加二城市本身香港人購買香港本地 會最受歡迎 其實其次就會是最近的深圳和珠海 因為香港人去深圳可能都是十幾二十分鐘最快 可能來的都是二十幾三十分鐘 其實最近港珠澳大橋開放之後 珠海都很快 四十分鐘左右都到了 另外澳門也是四十分鐘左右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調查上 近來我們都看到珠海有慢慢超越深圳的一個跡象 在香港人的購買意向上面 而其實最近珠海樓市都可以說一下 其實珠海在今年的十月份 我們和去年去比較 其實成交量是多於去年四十幾個巴仙的 明顯是增加了的 其中我們去看得到 香港人比較喜歡在橫琴置業比較多些 因為其實現在的政策上 港澳人可以買兩套 一套就是珠海大橋以東 一套 或者珠海大橋以西買兩套 反正合共兩套 那你在西區買兩套也可以 或者在西區買一套 在市區買一套也可以 那其實香港人就比較受香港歡迎 都是橫琴 那我們看得到 其實橫琴的成交量 就佔了珠海整個市 就大概平均就十至二十個巴仙 那上下的成交量 那其中就 香港人都佔了二十幾個巴仙 在整個橫琴的成交量上面 那所以我想整個 就是 在各個大灣區裡面 我們看到珠海是比較受香港人歡迎 那其實我們都看到 那個成交量的越來越多 那這樣 有些人 有些人